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多的情况下是也假私即公了 对咱们这个《枪枪三人行》这个节目来说 其实公就是私 私就是公 对吧 所以呢 你看毛泽东有雄文四卷 许子东有雄文三卷 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许子东讲稿 没敢叫许子东选集是吧 许子东讲稿 因为他人民文学出版社 他们出选集文集是有一定机率的 对对对对 英文还是叫选集 黄黄三大册 那么徐老师说呢 大家估计因为前两册 可能有这个文学理论 徐老师说大家可能比较爱看的 大概会是第三册 所以我就很听话不看那两册 你就变成大家了 但是呢 第三册呢 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徐老师我要跟你讲 其实你前面了 他写了很多咱们《枪枪三人行》的这个话 对我来说呢有点清车熟路 所以我也没注意看 我就是问你一件事是吧 那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讲到一件事 我说这个人呢 有的时候你像我有一个朋友玩这个微博的哈 这个什么叫叫耗耗到一个什么程度哈 他就能说吃饭的时候哈 他想到待会吃完饭 我就可以回房间 钻在被窝里玩微博了 哎呦他就觉得无比的喜欢 幸福 过幸福过瘾 我说这个到这是一种耗到一个程度 徐老师说啊 他有这个感觉的 唯有啊 他写这么多东西啊 写的一篇我的回忆录吧 这算是废铁是怎样变成的 对 因为这个出书的关系 出版社也希望他能写些他自己的这个阴容 不是阴容 自己的 真容岁月 这个岁月 他就说啊 哎呦每天想到我回去要写这个的时候啊 心里都小头路 心心心心头路撞 不是就好像期待晚上有一场巴萨的比赛 啊晚上有一场什么 你想今天半夜三点钟有一场巴萨跟什么人的比赛啊 特别跟黄马的比赛 那我这个晚上做事情的时候一直很开心 对我来说就像是以为晚上有一场性爱 对吧 哎 我为什么至今一本书也没出过 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等到过这个感觉 就是说写东西啊 哎呀想着期待着 喜欢上瘾过瘾 但是徐老师 为什么我说咱们一定要宣传啊 咱们这个枪枪三人行节目 主持人一本说没出过哈 但是咱们左边坐着畅销出作家 对右边咱们徐老师啊 雄文三册 这是我的骄傲啊 是吧 这是我的骄傲 我到北大打苏还拉他去帮我主持 哎 对对对对 所以 我们得站台嘛 所以呢这个很有意思 我的心得呀徐老师待会再说 但是呢 我说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叫这个徐老师啊 咱们先得出一下这个 这个徐老师的这一坎坷的一生 他用这个照片的手段 来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一生 这是我一家人下面我最小 这是六零年代 他们说要年轻笑啊 哪个是许哥 就下足那个啊 抱着娃娃那个小孩啊 我以为娃娃 我以为娃娃啊 但因为我在这个书里面 关于我父亲 关于我哥哥都写了很多 对 所以我特别出一张 他父亲像像像像像现在演老知识分子 旁边那个女的是我的姐姐 是我爸爸的私生女 嗯 哎呦 哎呦你爸爸我很钦佩啊 来再再再再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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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我在乡下的时候 这是我里面写的最多的时候 这三张照片是我三个性格 左边是战士 中间是流氓 右边是书生 哎 我就说中间像小偷的 啊 不是小偷拿着酒瓶抽着烟 这是我基本上一生的性格就这三张照片 好 咱看下一张 这是王若水 哦 王若水 因为高弹阔论的是徐子东 对对 因为照片嘛 显示人的性格嘛 那就是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性格嘛 可以再下一张 下一张 中间的是前古荣教授 这是我的老师 恩师 啊 这个恩师 右边的是周英雄 台湾的学生 那边是阳安的窑洞吗 不是 是港大的那个陆又堂 就是社界那个地方就这个拍 这个左边就是我 这80年代吧 哎 这80年代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 你瞧徐老师那时候 哎 已经穿上黑领带了啊 再看下边 嗯 哦 这张很有意思了 这是刘 刘凡跟周策仲 对 这是全世界研究五四最好的两个学者 可是下面的日子你看 90年5月4号 对 我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开会我的演讲 周策仲跟李欧凡看着我演讲 哦 这是讲五四运动 所以我这张照片非常 又是在五四啊 又是在美国的时间 这个是 那女的是谁 女的是我的一个朋友 她是德里达的中文翻译 是吗 张 张宁 张宁 长得不漂亮啊 日内瓦大学的教授 现在嫁人了 这个这个 文道也知道 右边的是王沪宁 是当时复旦的 我是师大的 他是复旦 我们当时看看 王沪宁现在都跟着国家领导人了 但是你想一边是这个这个王沪宁 一边是德里达的翻译 咱这张照片也有 有 我要坐中间就好了 你别说有点像少年时期的我 不是徐老师 有点乱了辈粉啊 再看下面 来哎呦 这是这个漂亮的 咱就不敢想什么了 这是燕子姐姐 没说没说 九十年代出了 这是我这个 When I was young 我们现在香港 看香港 就是 美国 美国会 这是 美国会 第一次到香港来的 对 感觉有点那个 徐指摩 林徽因嘛 是吧 哈哈哈 再看下一张 嗯 这是我在美国第二次拿学位 在加州大学 下面是我女儿 女儿 哎 然后你可以紧接再下一张 嗯 这是我女儿在加州大学拿学位 哎呦 徐老师 这一样 很漂亮 我一直惦记着 是 不是 我们组 我们组的年轻的男孩子曾经见过一面 大家一直经常念叨说徐老师女儿怎么还不来啊 哈哈哈 他那个时候很小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是 然后第二次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人家了不起啊 人家女儿现在在哈佛念研究生啊 徐老师这一生啊 真是 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 还没过呢 还没过完呢 这是一 咱离金正日同志还有一段距离 哦 别一生一生的 是半生 半生 半生 半生元 徐老师这半生元 而且呢 坎坷都是说不清楚的 没错 苦都是说不清楚的 我这一生有个大毛病 就是不讲苦 老是秀自己好的时候 所以人家有个感觉说 哎 你怎么好顺利啊 哎 其实还真是 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挫败感 但这其实也挺好的 我觉得人家性格就是 呃 因为中国人是很容易有一种苦难崇拜 正 嗯 就你我们都见过这种文化圈特别多 这贾章科讲的特别好 这电影圈很多这种人 一喝晚上喝酒 喝多了 就说你们现在小孩 哪晓得我们当年内苦啊 然后 啪啪啪啪 讲一大堆 那讲的时候大家正中了 哎呦 你明大哥明内害 就谁苦谁牛 你就是比古大主生 那你不会这样 对 这次到北京有一个记者来问我说 看了最后的那个自己的故事 也都这样说 他说你好像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什么大的灾难 大的波浪啊 什么什么 我就想过去的岁月就是这样啊 无数人的岁月就是这样啊 我我我不能提到特别好好玩的 那个有趣的 不像现在很多名人都可以写的很有趣 我也没有那么重要的 哎 我看的非常有趣 你觉得 所以啊 他这是他唯一的就是写的最愉快的 他觉得是每天自己很愉快 也是我看的最愉快 是吗 所以我还会闷呢 会不会很闷很索 就别的都很闷就这个不闷 哈哈哈哈 别的他都是文学理论的 这个 我主要是因为我们认识的 就是对 很有关系 要不说咱们也是有缘 对吧 我们俩生日都是同一天嘛 不像你跟毛主席生日同一天 是吧 我跟毛主席也有缘 对 我就说啊 我看了这个之后啊 徐老师 时时有微笑 因为咱虽然是朋友 咱也讲老实话 这个徐老师呢 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喜欢徐老师 对吧 也不是说徐老师身上一切都招人喜欢 对吧 但是呢 很多的地方啊 哎呀 我就看着其中的这个款曲啊 真是你 我就觉得哎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孤儿 或者说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我就这个看到你从小啊 一个那种又有点胆怯又新奇啊 一个实际那个孩子啊 就隔着一层玻璃在看自己经历的一切 而且呢 有一段 我认为啊 到今天节目当中 哎 他的性格啊 都能显得出来 广告之后 我给你们念一下 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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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有观众说吗 说咱们仨啊 这个文道是渊博 徐老师是刻薄 文道是轻薄 但是他不是刻薄 他就是啊 有点较真 对 他把这个归结于啊 他的老家 其实你身上有上海人的东西 台州人 但是又有浙江台州人的东西 鲁迅讲柔识的时候 台州人的硬气 后来我发现我父亲是 就我父亲真的有这种东西 后来我现在发现 我自己有时候也是 你看不清楚的 这些东西揪着不放 其实我倒觉得呢 他是可爱的 不管他身上有什么上海人的特点 还是台州人的特点 还有一些个什么地方 但是呢 我就觉得 他是天真的 他是性情的 所以这个东西发出来的时候 天真就是幼稚的代名字 不是 我跟你讲啊 这个我就讲这一段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在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是革命风暴 他在上海南京路上面 他就写这么一段话 他说当时呢 上海最高的24层国际饭店 当时好像改名叫东方红 东方红饭店 饭店前面的南京路啊 以前叫大马路 或者叫静安四路 对 但是在革命的那个时候 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吧 有过一个争论 就是这条马路该叫反帝大道 还是该叫毛泽东大道 辩论的学生就为了这个在街上就辩论 辩论的学生啊 就挤了周围的摊子 就在那辩论 徐老师呢 一个小孩子站在那里 也想了半天 他想 顾正宏当年就牺牲在这条 曾经是寻补横行的路上 就是上海公文街 英租界 对 英租界 所以呢 应该叫反帝大道 但是呢 毛泽东是我们的旧姓 用他的伟大名字 来命名中国最有名的马路 也顺理成章 想了半天 觉得两个改名都很好 绝不定 其实 谁也没问我这个挤在马路上的 小学生的意见 你看这 他有意思地方 这种情况还延续到今天 我在文章电视里 犹豫矛盾揪心的很多事 人家实际上根本不要我来发表意见 这我能特别能议会 你知道吗 而且我说这里面最好玩 就是他其实非常坦白 就整个人悦然直上 对对对 那天像我们在北大也很有意思 在北大的时候 徐子东就也致述自己的三个特点 或者三个弱点 就是耗钱 耗美女 还有耗什么来着 喜欢聊天 喜欢聊天 这三样 就是说的好听啊 其实喜欢吹牛 对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他就这么当着一些记者 就这么说他的三大特点 他们问我为什么做三人型 我就是说做三人型不就跟美女聊天还能拿钱吗 拿钱 好意思说吗 这叫钱吧 美女到后来都换成了她 上岔了 我说 我给不了你别的什么 所以我只能是 一人再二人三的是吧 要给你宣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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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文三件 至少腔腔三人型的观众 我认为 但是你说 但是你说 人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很小的时候的一些基本的特点 一辈子很难改变的 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发现自己 有时候自己看自己照自己就是这样 眼前有很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我有 账单 信用卡的占还没付呢 我有这个医疗的这个都要检查定期了 我就没去检查 可是我在上博客 写一个关系 关于精灵十三叉 跟人家去争论 十三叉了 十三叉 十三叉 就是对那些 比方说在谈论朝鲜什么 那这些东西跟我没关系的 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喜欢吹牛是吧 就是你你你自己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管管 你还去想那些跟你没关的事情 我就想起我这个小时候在马路上 就这个这个 这是个毛病 所以你看 我觉得你说我呀 说的也挺到位 你说文道呢 像是个革命派 说你是个调和派 我是个自由派 你是个自由派 你是博爱 我是个调和派和这个逍遥派 这也对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 就是说对跟他完全没关系的事 当然 在那整天起见 这甚至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界定的一个定义 就很多 比如说像波兰那个时候 在包门那个很有名的说 他就说知识分子的特点 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一大特点 就是关心很多跟他无关的事 关心所谓普世性的东西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关心自己的事 那谁来讲一些 跟所有人都有关 但又不是跟每一个人都那么密切相关的 私事呢 对不对 就古人说嘛 你要有横产才能有横心 无横产而有横心 唯事能知 就是你没有房子 你还能关心房价问题 只有读书人才会这样 所以旁边的人看到也很可笑 很可笑 我都拿了大学宿舍啊 你看我不是住大学宿舍吗 其实徐老师啊 我跟你说 他是特讲究的人 我觉得呢 你看他又有文化了 他是大学教授了 有很多美学修养 但是同时呢 一般来说 中国人认为啊 上海人其实是讲究的 甚至可以说是挑剔的 你知道我上徐老师那过过一夜 我跟他 也是跟你过了一夜 你是同床 燕子姐姐不在 对对对 燕子姐姐不在 我有一个小客房 委屈了文韬 就你那个小客房 我就觉得 你知道你到 你到徐老师那家里去住 我跟你说 我都不敢去上厕所 你觉得得经过一段的 白的 仪式是吧 不是不是 他对人家弄的呢 那个地边 那个白瓷砖啊 那个白的 而且都有一种半透明的白 你知道吗 我上厕所 我都怕给人家踩脏了 你知道吗 我不我就 我不怕跟你说 我上完厕所之后啊 我还觉得 觉得我留在他那个地上 一个脚印啊 我撕下个纸巾 我还给你擦擦干净 就是你知道吗 这是他跟我相似的 他洁癖 我没有洁癖 你这个就是洁癖啊 你 我是怕 你 因为我是觉得你太干净了 一个道理啊 我怕 我自己家就不是这样了 你到一个地方 你 你怕把那个东西弄乱了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洁癖 不是 我是认识到这是个洁癖之家 所以千万别给人家破坏了 我是这么一个 而且呢 我就觉得他呢 就活得辛苦 洁癖不好 活得辛苦 挑剔 你知道吗 买个什么东西啊 想半天 但是一方面他有一种得意 你知道吗 他跟你说 哎 你知道吗 我这窗帘 怎么让我选到这个价廉物美的 但是一方面呢 比如说他要是买个 小私民 他要是买个车呢 是吧 哎 他老跟你说有什么不满意 有什么不满意 我说这车很好啊 是吧 但是这就是 我这就有 讲究 有时候我会觉得 是不是上海人那种挑剔 而是觉得哎呀 这声音太吵了 这也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跟上海人 不一定是那么 这是一种心理强迫症 对对对对 这他特有的一些东西 而且我觉得最好玩的 其实我刚刚讲坦诚了 这个我其实特别喜欢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我就没办法这样 就我是一个从小就特别有 很强烈的自责感跟罪疚感的人 就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 哎呀喜欢一个物质上的东西 喜欢美女 喜欢怎么样 那就很坦白嘛 但我从小我就觉得寡人好色 这叫寡人有疾啊 这是个病啊 这个这个得克制 我从小就天天反省 觉得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就觉得自己有问题 我但凡喜欢一个东西 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要克制 是是是 甚至要很内疚的 我是这话 你这个另外一个境界 我完全没到这个境界 我呢觉得我能喜欢一个东西呢 我就很珍惜 就我就很怕有一天哈 我什么都不喜欢了 就我本来喜欢的东西 我不喜欢了 我觉得我 我总会有一天的 我有一天我会不看巴萨了 就是说我 我有点担心这样 所以我这个 担心这个 对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生命当中喜欢的东西 哪一天 我不喜欢了 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生命在过去 我恰恰相反 我反而会觉得像我这么喜欢 超越了 我会觉得不是 我会觉得内疚 你知道 我怎么会这么沉迷一个球队 我觉得这不太对 你知道吗 我要是喜欢吃一个东西 我就渐渐吃 渐渐吃 拼命的 直到吃到蜜 为止 然后 就像你对性爱的 再去希望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不行 我只是 我只是瞬间 我只是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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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你看 我觉得你是喜欢你写下的 你的经历的生活 我写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准确的喜欢 而且我呢上次在北大我也讲了嘛 我说我是前两卷就是教授 这一卷就是公民发言 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关系 但是写出来以后 我发现是有关系的 我还特别举例子 我最近好几次演讲的举这个例子 我有一次就讲讲文革的事情 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大概80后 20多岁站起来 就说你们讲的文革 很多人受苦啊 其实受苦的人就5%到10% 中国就几千万人 90%的人没有那么直接受苦 今天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90%的人都是弱势 5% 10%的人才做宝马 增发财的 他这个问题啊 就就我非常不安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很不对 他是用以前文革前的逻辑来分析今天 可是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就是我们遗忘工程做的太成功了 所以我除了第一本书是要一定反反复复要研究文革以外 我的第三本书就想讲回文革时候的具体的现场 以我个人有限的经验 我想告诉他 那个时候不是5%的人受难 不是10%的人受难 是100% 甚至连发动者 他也是这个事件 这个灾难的受害者 我想用我自己最直接 我写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理论 但写完以后我就想 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人 他们只看到一些就是血泪控诉 然后就没了 甚至今天有一些抽象的歌颂 而且我注意到他这个里边啊 还有一种枉然困扰一生 比如说啊 其实我能意会 就是说当年红卫兵抄他的家 抄他父亲母亲的家 就是不恨 抄的乱七八糟 他纠结了一辈子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不恨红卫兵 我觉得我知道 可是我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 我父亲从二楼爬水路管下来 头发非常烂 我都到现在记得这个情景 可是我居然不恨 你说现在 当我把这个事情后来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哪有一个自己父亲被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冠文明启示录